台延的子公司台延绿能爆出了重大的弊案 前董座陈启玉担任董事长的时候疑似勾结 自己人所任职的厂商掏空了公司的钱财 检调昨天就向陈启玉等人申请了积压禁件 今天遭到法院驳回 画面中可以看到前台延董事长陈启玉 不发一语快步走上计程车 23号检调对陈启玉等5人申请积压禁件 法院认定几人无串政逃亡之余 全部遭到驳回 本院173年度生机在第551号违反证券交易法等案件 积压及禁止接见通信之申请均驳回 台延近日爆发重大弊案 台延前董座陈启玉任职期间 疑似利用子公司台延绿能私自订定不平等合约条款 支付违约金给自己人任职的厂商等方式 左手换右手榨取公司的钱财 22号检调大动作搜索32处 一共带回19名被告及15名证人 楼叶征讯23号凌晨征讯后 认定台延前董座陈启玉 私隐四大名鼓 以及前总经理苏昆皇 国姓前副总经理 陈启玉儿子任职的鸿辉国际负责人 苏俊仁等5人 设犯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 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 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不过最后法官通通驳回 等待进一步调查 我们就要进一步来追踪 检调是侦拜台延绿能涉及的光电弊案 可以看到这5个人 台绿董事长陈启玉 苏昆皇 郭政伟 以及苏俊仁 戴宇倩 有两位是这个土地开发商 有三位是台延绿能的高层 检调就从中发现 透过了这个 鱼店共生的一条龙服务的营运模式 涉嫌是勾结了台绿民股 下包厂商等于所有东西 都外包给自己来赚 在昨天的时候 是生压这5个人彻夜来审理 但在今天的凌晨4点 以最近不足生压 5个人全部都驳回 不过知情人士就要跟大家透露了 其实这水很深 因为认为说这早就有可能会出事 牵涉的层面很广 因为这个台绿案真的是很复杂 而且复杂程度是多过于外界的想象 那么现在呢 民进党推动这个非核家园 就有人说这个蓝营就说 这个根本就是重电搬钱 让政权得以延续 而且呢这诈骗手法还蛮赚的 也有外界就要关心说啊 这一次的启动侦查模式 是不是有一点慢半拍了呢 法务部长就赶快来解释了 郑明迁他就说 检察官是等到实际成熟 才会执行搜索 并没有延宕的部分 不过仍然持续哀哄的是 他们的效率不佳 民众党立委也有话要说了 说这个法务部长讲这个不负责任的话 根本就是挑战社会智商的发言 认为说陈启玉带头 这些都是绿营的权贵 却能肆无忌惮地 啃食国家的关键 那么来看到立委呢 赖世宝 他也在脸书上面发了这张图 可以看到他认为说 从头到尾 从根源把关的应该就是经济部 可是为何经济部不但没有减少弊端 而且两手一摊 难道经济部没有责任吗 这时候网友就在下面纷纷附和了 就说真的是国人共耻贪污世家 还说绿营 营是用苍蝇的营喔 贪腐何其多 民进党执政真的是无法无天 现在赵绍康他也要说话了 他说拜托民进党放过台湾吧 也说这个陈启玉他的出生啊 真的是跟绿能光电有关系吗 他的出生其实是学运耶 还是520农民运动的参与者 民进党一得势 他居然就用土地来大赚光电财 而绿营呢 为了要达到废盒喔 一直创造绿能的神话 不计代价 把所有的绿能的资源全部all in了 结果呢却只是为了当绿油油的提款机吗 中石宣网也有个社论喔 在讲说呢 其实在这个中南部是大力的发展绿电 是一个好意 但是一连串的避烂呢 就让这个绿能转钱的政策 是沉蒙上了阴影 而现在联合新闻网也有一篇这个报导 在讲说呢 近零碳排的目标啊 高度依赖绿能往前迈进是没错 但是呢可以发现啊 民进党的党内人士或是官员 不断的卷入这个光电弊案当中喔 而且不同案件呢 卷入的人都不一样 包括了这个台延前董事长陈启玉啊 其实他的不法行为喔 已经传出很久了 而且呢这一起事件 是在他卸任超过三年才被罚办 所以他认为说啊 这有可能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吗 还是说这个陈启玉 他真的是非争议太多了 所以赖总统现在要对他来开闸 好我们刚看到这么多有关于这个绿能的弊案 但是呢现在蓝营的立委们也是群起激愤 认为说这个绿能啊 你不能来看他们的最新说法 台阳这个案件因为 他所有所成熟的地点不法 啊 啊 啊 既然过去发生了这么多不法 现在还还还还不法 现在还还还不法 这么多不停一家就对了啦 继续在开闸 你怎么知道外面现在说什么呢 人家就用俗法的力量 签读 现主席的既得利益 那边一口新的一坨要来吃嘛 国家的钱真的最好搬 绿能图利你不能 绿电蟑螂 民进党真可恶 看起来跟内斗不排除关系 大家有肥水嘛 大家强着要嘛 绿电我们支持 被检举了也只能演一下了 好多东西结果一堆都放着 不然就是做做样子 呵呵 发展光电是不是变成 一个绿油油的提款机了呢 尤其在国营事业部分 真的充斥太多所谓的仇佣 而这一切到底检掉 会不会真的认真办下去 那么让我们也只能继续看下去 但是我们更担心的 还有多少没有被揭发出来 但是这些利益 因所谓的非核家园的名义 而被掏空 绿能就是绿油油的提款机 大家都知道再怎么掩饰都没用 难怪BPP这么爱绿电 从赖清德上台之后 确实是很多人其实都遭殃了 现在赖清德去查了台延绿能 承举这边的时候 那是不是也开始对英系这边的 持续去做办案的一个状态 就是相关只要有案子 他就全部都开绿灯 这也是我们要持续观察的部分 办不出来的啦 连台南议长都能买票 变换票无罪了 不过我相信 只要是有弊案去查 我相信我们在野党 已经都会大力支持 好民众党即将在这个礼拜天 举办变装游行的活动 呼吁支持者上街抗议赖政府 党减媒一体 够拿赖清德过去时任立委的时候 护航前总统陈学辩 说积压伤害人权 压人取贡 现在就要问问赖清德 到底在搞什么鬼哦 但是呢台北市议员 减苏培是反酸 说其实最多鬼故事的是在民众党 因为他们连柯爸爸的病情都要消费 金华城闭案柯文哲严压与否下周揭晓结果 民众党大算会不会被严压 只得问总统赖清德 赖清德16年前说积压是侵害人权 有证据可以起诉 现在我们看到赖政府到底在搞什么鬼 给你们查了两个月 金流查不出来 并要将金华城扣连本党依法申报的政治献金 柯文哲或者是民众党要去细数别人的鬼故事 来吓人的话 不如把自己的鬼故事拿出来 我觉得更吓人 民众党居然连柯爸爸的病情都拿出来消费 我觉得这才是最鬼的鬼故事 炮轰赖政府党简媒一体 侦查不公开便全公开 民众党号召支持者上街变装游行 看看赖政府到底搞什么鬼 立委无私要批评 民众党全台宣讲操弄民粹 这才叫做政治干预司法 民众党抗议活动全台遍地开花 但有小草号称是白色游记兵团 既然声称有武术训练 还有木剑 竹刀 基础勤拿训练 遭质疑是要煽动暴力 对抗轻鸟吗 民众党澄清 这只是民众的自发性活动 呼吁外界不要放大解读 距离柯文哲积压期限将至 支持者情绪日发激昂 就怕爆发暴力事件 民众党呼吁党员遵守党记 不要从事有损党域的行动 记者林俊峰 蔡平康台北上报道 不过党检媒一体齐来有次 因为外界非常看不惯 有特定的媒体一周一报 在侦办的过程当中 甚至他们认为说 这该不会叫做侦查全公开 现在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就说 在野党根本政治力干涉个案 连法务部长郑明谦都说 这样子让他们压力很大 但此话一出啊 兰尾吴忠宪是痛批说吴思瑶 你不懂法律就算了 但是部长竟然跟他一打一场 就现在的案子不是啊 乱讲一通到处泄密 然后我刚刚其实我听了 我跟部长讲的东西 我听了我不是很满意 刚刚罗志强委员在那边问 现在问的这个 然后就有其他委员说 这政治力干涉个案 跟个案怎么可以放在这边讲 部长你就跟吴思瑶委员 吴思瑶委员不懂法律就算了 我已经习惯了 但部长你懂啊 干涉个案跟这个有什么关 干涉个案应该是我们对于办案人员 他怎么去侦查案件 我们下手去干涉这才算 那今天你一个案子的资料 外泄媒体报成那样子 那立委在这边请教 为什么可以把侦查的内容卸出去 这叫什么干涉个案 然后你还可以在那边 跟吴思瑶那边一搭一唱 我跟你说受购好几次这样 陪着那些政客在那边装傻 不懂法律 我这真的没有意思 所以我刚才跟部长先报告说 我不认为这叫干涉个案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清楚 干涉个案绝对是像现在某些政客们 他手上去指导讲官办案 那才叫干涉个案 你自己违法在先外泄的侦查资料 被人家质疑了这叫什么干涉 不要含砂摄影 就是有些媒体的报道 就认为这是检察官或者侦查的团队去泄露的 因为这个对侦办案件并没有好处 我们也是呼吁任何人有接触过这些案件的都不要去讲 也不能说有接触的就认为就是检察官去讲出去 我认为这本来 而且讲出来是不是真的 真的我也不清楚 不过不要说蓝营啦 其实法务部长刚刚这一集话 他们自家人自己都听不下去了 立委张润胸就怒骂说 你们说没有不然是鬼吗 他质疑说整个司法检察体系都让人不信任 你说最近这几天的案件里面这样新闻的揭露 你认为这个没有违反侦查不公开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我想这个还是要按照 要讲好 要证据来认定的事实 如果事后这一些万一起诉书里面揭露出来 全部都在侦查阶段里面所公开 任意揭露这些都是真的 你认为这个没有违反侦查不公开 我没有说违反侦查不公开 我认为这就是说我相信 我相信整个侦查团队 不会去违反侦查不公开 就这样就验没凶 就只有你们知道而已 你们说没有 不然是鬼知道 说争论节目从晚上开始 他也讲错了 争论节目从中午就在开始 就是说讲得太精彩了 而且每一次讲完以后 我看你们的动作实在是 否定这样我们要太斑亂 这个问题不是党派的问题 这个问题司法的话 你本来就不应该有党派 你们真的要去想办法 不能任由侦查当中的这些资讯 任意的去做一个揭露 难怪以现在我们的司法实务的操作 变成是新闻脱条里面的风暴中心 你没有特别会有感触吗 我选KS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鎮 三更aient 三更五分 三更青春弓 三更顺口 三更青春弓